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七月二十七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您喜欢华尔街电视节目 请记得点赞并且订阅频道选择接受通知 这样就可以在节目发布第一时间获得提醒了 今天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被控签证欺诈的中国军人唐娟 首次出庭应讯的相关情况 根据来自美国之音的报道 被控签证欺诈的唐娟在今天下午以视频形式首次出庭 法庭指定了一位叫做内津的律师来为他辩护 在美国各级法院系统 如果刑事被告没有钱请律师 那么法庭就会为他请指定的律师 而被告是不需要付费的 加州东区联邦法庭的法官巴恩斯表示 唐娟将被继续关押 因为他存在潜逃的可能 但同时他的律师可以提出保释条件 唐娟的初审定在八月十号 在六月二十六日 他被控签证欺诈 涉嫌隐瞒军人身份 以获得J1的访问学者签证 到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从事放射肿瘤学的研究工作 而本周早些时候的公开起诉书说 唐娟在二零一九年底入境美国 当时持有访问学生签证 而在二零一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左右 申请签证的时候 却没有披露与中国军方的关系 在今年六月二十日被联邦调查局问话时 也适口否认 但是公开信息以及对他住所的搜查结果显示 他是一位军人 而且受雇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医大学 根据联邦调查局称 唐娟在被问话和搜查后 曾经到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寻求庇护 一直没有出来 而在上周五唐娟走出领事馆 随后被当局逮捕 拘押在萨克拉门托县的监狱中 而美国在星期三下午下令中国在星期五下午四点前 关闭驻休斯顿的总领事馆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四在一场演讲中又强调 休斯顿领事馆是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的中心 北京星期五宣布关闭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以示报复 并且说领事馆从事不符合身份的活动 干涉中国内政并且损害中国安全利益 双方的举措让美中关系进一步升级 而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国际防务顾问则表示 对唐娟的拘捕是美国中国关系日益紧张的信号 同时他表示美国政府现在愿意对中国代理人采取比以往更加严厉的打击 他表示目前还不知道新的强硬方针是否比以往将限制与对话相结合的方法更有效 中国似乎认为美国的行动是挑衅 并且采取普遍的报复行动 预计中国将会继续报复 但会以克制的方式 或许希望美国政府有所缓和 中国也可能正在观望川普是否会赢得大选 或者是新的总统是否会改变对华政策的方向 此外还有三位涉嫌签证欺诈的中共军方人员已经被美国当局逮捕起诉 其中包括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进行科学研究的王欣 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经在记者会上谈到王欣的情况 她说据我所知 王欣只是心血管疾病方面的医生 我看不出来他怎么会危害美国的国家利益或者是安全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法广的报道 文章的题目是北大教授郑也夫指中国当下统治集团子孙坐江山欲望弱化 文章开篇介绍到保江山成为了当权者越来越迫切的话题 因为是习近平本人屡屡在谈 这次美国关闭了休斯顿中国总领事馆当天 习近平去吉林四平战役纪念馆参观 说了一句创业难守业更难 我们一定要守住中国共产党创立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可是社会学家郑也夫就问了 子孙需要你为他们保江山吗 习近平在这里明确提出了保江山的问题 有一个前提就是这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江山 要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而法广人文章认为习近平说出这句话 也许意识到最大的两个难点全在这里了 中国有句话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说的是改朝换代江山常在 但是要一党统治下去 而且世世代代目标似乎是太高了 中国自古以来没有惯例 更不用说搞选举的国家 少则四年多则八年十年 执政者就需要让路 习近平在去年一月二十一日做过防范重大风险的讲话 核心是政治安全 而所谓的政治安全就是政权安全 当时中美政治贸易战激战 对美国误判让中国在国际上孤立的迹象全面显现 国内经济也进入了寒冬 社会危机可以说是四伏 而二十四日王忽宁解释习近平的讲话时 要求准备应对最坏的情况 更是引起外界的关注 而法广文章认为 从去年到今年不说最坏的情况 更坏的情况总之是在不断出现 香港危机就算是习近平自找的 一定要把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毁掉 强加港版国家安全法 但是这样一来也强化了西方对于中国共产党性质的认识 所有的矛盾找到一个突破点 美国关闭中国休斯顿领事馆 宣布中国南海九段线非法 直至蓬佩奥发表共产中国与自由世界的未来 都指习近平是破产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信奉人 并且警醒世人 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中国 那么共产中国必将改变我们 北京大学教授郑也夫日前撰文 为谁保江山 专门讨论的是执政者为何不计成本保江山 为谁保江山 开篇就点明中国当下种种具名与莫名的风险 让执政者承受巨大的压力 无法估量的人力财力 用来应对这些真实与虚幻的不安定因素 也就是所谓的维稳支出巨大 自由言论 抗议维权 严防死守 监视于未然 凡此种种意图何在 就是保江山 而郑也夫指出 简言之当下中国的保江山是为特权阶级 但是要保住江山有一个代际传承的问题 但是郑也夫认为中国当下的统治集团遇到了一个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问题 就是特权阶级中高比例的子孙坐江山欲亡弱化 取而代之的是移民海外的愿望 数多原因促使了他们宁愿做美国欧洲诸国的普通人 不愿意做父母之邦的特权者 他分析有四个原因 自然与社会环境的极度恶化 社会环境的恶化过程更是愚蠢的现世报 特权阶层在破坏出具雏刑的法制中致富 玄机就感到失去法律后自身的危机 自毁家园后特权阶级的后代只好出国去找清静与安全 第二是家族暴富让后代心态大变 贪图安逸 第三是父母为保江山付出的维稳成本天文数字 让儿孙们望而生畏 第四就是从一九八零年到二零二零年这四十年间 相当数量的中国人移居海外 特权阶层在出国移民中先把头筹比重最高 因此这等于让中国特权阶层的子孙们用脚投了票 不爱江山爱美国 郑义夫认为既然如此 执政者必须了解一个基础 子孙需要你为他们保江山吗 如果不需要你寝食不安 费心劳力所要的又是什么呢 作者最后点出这篇文章是为了击中执政者的软肋 寻找对话的契机 而他指出执政者的软肋就是子孙 他们可以打压住臣民 却抑制不了子孙嫡系的理性选择 融入世界过文明生活 执政者应该理性的盘算自己的利益 只有他们理性现实的算计时 社会才能够与他们对话 妥协谋求双赢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外交有关的消息 根据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新西兰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表示 鉴于中方通过香港国家安全法的决定 新西兰暂停与香港的引渡条约 并做出了其他的改变 报道表示 新西兰对待香港的军用军民两用商品技术出口的方式 也将与对待对中国内地的出口一样 值得注意的是新西兰的举动使其成为自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 还有美国之后五眼联盟中国家中 又一个要暂停与香港引渡条约的国家 而在上周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就英国政府暂停与中国香港引渡条约决定 问询中国看法 当时发言人汪文斌声称 英方的有关涉港错误言论和举措严重违反了国际关系 还有国际法 粗暴干涉了中国内政 中方坚决反对并保留进一步反应的权利 目前还没有看到中国官方针对新西兰最新举动的反应 好了以上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